但是剪掉這個的時候,因為它位置好像太往後一個了 所以必須把它剪一,前面是加一後面剪一 因為它一個是要後面的東西 應該是它的位置,剪掉這個位置 好像最好還在剪一,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不好 那找到之後的話,最後的東西就會幫你放過來了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這個是第一個 如果用那個MID函數,配合那個PHY函數 那這樣我是建議就是說,你如果一次沒辦法做 一次沒有辦法把那個PHY函數跟MID函數再放在一起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分割出來 也就是說你當然MID跟PHY,你可以分兩個部分來做 先PHY,再來MID 這樣子的話比較沒有問題 不然的話你一次要把那個MID裡面再加一個PHY 我看恐怕難度太高了 你也許可以分階段完成 所以我們來做這個看一下 基本上可以先這樣子 第一個先把這個要PHY的東西放在上面 主要是PHY這兩個 那它的位置在哪裡 你可以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用什麼 用那個PHY函數 這個PHY函數 那個PHY函數 第一個 他說要PHY的TEST要找什麼 找這個 VisIn在哪一個字串裡面 從第幾個字 如果預設的話就從頭 按確定,會找到145 所以走走走走 它這個地方 總共到145 這個145 那實際上我要從146開始 所以必須到時候要把它加1 好,那再來的話 這個在哪個位置 也是一樣 所以插入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PHY 它也是一樣 PHY這個 VisIn這個 那就找到210 那當然等一下如果說要向下填滿 那這邊可以按F4 打勾一下 這邊一樣 F4 這樣等一下就可以全部一次 然後要分割 怎麼分割 插入函數裡面 MID函數 文字裡面你可以找MID函數 然後要找什麼 找這個 STOP 從這個的加一個字 146 從這個字 幫我抓幾個 抓這個 那這個問題是 這個是抓這個 所以必須要-1 然後到哪一個呢 再 再 減掉 這個-1之後 再到哪裡呢 因為我要的範圍是 從這個字 一直到 這個字的以後 所以必須把它減掉這個 就會抓到這個後面的範圍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再減掉 這個位置 64 減1之後 再減掉這個位置 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做出來吧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省掉很多時間 其實就是利用Fy 加上那個MID函數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次 不要分兩次 那也可以啊 你就把這個公式複製之後呢 貼到這個格子裡面 不過好像這個地方 你還是要 這個要留下來 這個貼到後面的格子 有沒有 這邊這個格子 這邊 把這個拉過來拉過來 OK 好 不過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不是那麼厲害的同學 你就把它分兩階段 以後的話 你處理一些事情 為什麼會困難 就是因為你想 一次把全我的事情做完 那一定困難吧 那如果要變簡單 就是拆解 再拆解 再拆解 反正喔 以後你遇到問題 做不出來沒關係 第一個你要想說 它有哪些地方可以分割的 分割之後再分割 再分割 分割到最細微的 你再從最細微開始做 應該就沒問題了 千萬不要 一看到問題 哇好複雜 哇好大的一個問題啊 當然啦 一定是先從小問題開始 所以有同學 會問我問題的時候 然後就 也是我講過 就整個一個東西 全部丟給我 當然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你 那我會說 你可不可以 把你的問題的 什麼地方先抓出來 那我才有辦法幫你 不然的話 我光要把你的問題的邏輯搞清楚 還有你的專業 如果不是你的專業 我怎麼會 即便我要 那我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OK 就像有同學啊 學會計的 他每天要記帳 那我又不記帳了 你把你的帳丟給我 這簡直是難為我了 我當然很希望幫你 但是 真的看得很辛苦 OK 所以我說你可不可以切割一下 那你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我真的太抽象了 那個 後來他就是 把那個畫面跟我講 我就知道原來你要做這個 兩下都做出來了 主要是 因為我沒有那個具體的畫面 如果我有那個畫面 那我就知道 就像說這個到底要做什麼 你給我畫面 我知道你要做什麼 那就可以有答案了 OK 好 確定 那底下就向下填滿 不過這邊應該不OK 為什麼 因為上面還沒有 這邊沒有 這邊有了 這邊也有了 那這邊自然就有了 OK 好 這樣應該很快了 就是用Mid加Fy 但是 這個問題還沒結束 為什麼 後來同學就往下捲動 上面都OK 設定 有沒有發現 設定 他想說 完蛋了 設定 到這邊 才是網址 所以怎麼辦 這時候 還沒結束 這個奋戰才更正開始而已 好 後來他這個問題又解決之後 他又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說 如果一個 像這邊都一個網址 那如果裡面有123 我要三個網址耶 你有沒有辦法幫我列一個三個 兩個三個 因為我不是要第一個就好了 我要全部的網址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慢慢各個急迫好了 先把一個做出來之後 再去做 當然如果說他沒有更好的方法 他怎麼辦 只好 就是慢慢複製貼上